舌头痛轻心火 眼痛轻肝火 牙痛轻胃火 中医教你简单应对 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 其中望者是我们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有些病中医一眼看过去 就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就比如说上火是哪个脏气出了问题 我们看五官就知道了 今天就来把这个小技巧教给大家 首先来说舌头痛轻心火 心火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 舌尖疼 中医讲心开窍于舌 而舌尖的部分对应刚好是我们的心脏 如果你发现自己总是舌尖溃疡 或者舌尖通红又红又肿 这很可能是心火太旺道致的 并且还伴有小便的短视颜色发黄的现象 像这种就要注意 亲向心火 其次眼睛痛心肝火 肝火旺盛的人眼睛会变得又红又肿 并且出现眼干涩迎风流泪的现象 因为肝开窍于目 肝火太旺 灼伤脉络就会导致双眼红肿色痛 同时还伴有口干口苦 邪内脏痛 这个时候就要注意灭肝火了 最后是牙痛轻胃火 胃火过旺的人通常容易牙痛 因为胃经的经络寻情经过牙龈 所以胃火熏针灼伤脉络导致牙龈肿痛 万有口臭胃脏反栓爱气打嗝等现象 这个时候注意轻胃火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涉及到用药呢 还是建议大家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参考使用 谢谢观看